好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马尔蒂夫 这个地名很多人呢 听到第一个想到的是海边的观光 马尔蒂夫11月中上任的新总统 这个星期到了中国展开第一次的国事访问 中国和马尔蒂夫提升到全面战略和伙伴的合作关系 而马尔蒂夫跟印度由于关系快速恶化 主要是因为印度总理莫迪上传了马尔蒂夫的美景照帮忙宣传 却有三个马尔蒂夫的官员在网络留言 指莫迪是小丑引发了印度舆论的强烈反弹 马尔蒂夫把三个官员停职 但是两国因为这个留言陷入紧绷 印度旅行社表示他们会全面暂停印度到马尔蒂夫的观光行程 而马尔蒂夫呢 说只盼望中国观光客赶快去降低损失 雪白的沙滩与蔚蓝海水 这里是不少台湾人蜜月旅行首选的马尔蒂夫 因为与印度只有600公里左右的距离 在1960年代脱离英国独立之后 这个人口只有50多万的国家 就与印度建立起密切的军事经济与文化关系 然而新总统穆一组上任一个半月后的第一个国事访问对象 却不是惯例上的邻国印度 反而选择了5000公里外的中国 在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妻的欢迎下 两国元首在共同检阅一战队之后展开双边会谈 会议一开始习近平就强调对马尔蒂夫的重视 你是我今年接待的首位外国元首 还翻出历史强调两国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建立起海上丝绸之路 借机拉拢马尔蒂夫积极参与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政策 接着这场双边会谈 习近平宣布把两国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经济高度依赖观光的马尔蒂夫更希望的是 透过提升与中国的关系 促成更多中国游客与投资者来到马尔蒂夫 毕竟当前马尔蒂夫的观光业占蒙上阴影 作为马尔蒂夫观光客主要来源的印度 当地市占达22%的第二大旅游服务网站 已经公开杯葛马尔蒂夫 连宝莱乌大咖都发文呼吁民众 度假要选这家海滩别再去马尔蒂夫 而两国关系极转直下的主因就是 这三名马尔蒂夫副部长因为不当发言 均已遭停职 但这种充满侮辱性的嘲弄 引发印度舆论强烈反弹 莫迪的观光宣传片虽然是事件导火线 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去年9月 以不到2万票的差距 打败外交上亲印度前总统连任之路的牧一组 上任一个多月来连番远印亲中的动作 包括就任隔天就要求75名印度驻军撤离 上个月中更决定不再延长与印度之间的水文调查合作 外界认为莫迪选在2024年一开年 就来到紧邻马尔蒂夫的印度岛屿度假 还发影片力挺自家观光 就是在回应马尔蒂夫 马尔蒂夫更期盼疫情前每年约有20万路客到访 而且人数年年成长的荣景能快一点回来 此外周一抵达福州展开5天访问的牧一组 在出席商务论坛时就公开向中国企业家招手 喊话来马尔蒂夫投资新业共同促进一带一路发展 马尔蒂夫处在印度洋繁忙航运线上 过去长期在印度影响范围内 近年来因为中国军事迅速扩张 需要更多港口来部署和维持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 因此马尔蒂夫就成为中方强力争取的对象 也是一带一路的重点投资目标 该国前总统亚门执政的2013到2018年之间 就曾经与中方签署多笔一带一路合作案 修筑公路盖机场 但最后却因为涉及贪污洗钱被判刑11年 其后一任的总统就改回清印度路线 很多原来想要推进的这些政策 实际上是被冻结了 所以慕一支上台我觉得最大的变化 就是马尔蒂夫政府对一带一路的积极的态度 如今的新总统再走回清中路线 至于会否重演亚门任内大规模逮捕一己 甚至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混乱状态 以及马尔蒂夫如何在中国与印度两大强权之间取得平衡 都考验新政府的智慧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